跟你说个事啊 明天我可能得去趟北京 怎么那么突然啊 他们临时让我去的 那要我给你订票吗 不用 他们有人订了 去几天呀 去三四天吧 快 过两天就回来了 那你这次跟谁去啊 说了你也不认识 你怎么还不睡啊 好 我多陪你一会儿吧 我好饿呀 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冰箱里应该还有 打包的 你看一下 好饿 怎么这么饿 好 不好意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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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曼婷 冰箱里什么也没有啊 咱家那些零食呢 我吃了啊 一点都没了 这热的真是没份过来 太可怜了 我早这么半天只找着个石榴啊 你不觉得震得慌吗 你手机响了 是啊 那你不接吗 这么晚肯定是垃圾电话 确实是这么晚打电话确实太垃圾了 但是垃圾讨厌确实找你有急事儿 嗯 好美丽 你看啊 喂 喂 哎 你蹦迪娜 你蹦迪娜 早知道不接了 大点三五听不到的手机 常没得 你老公是吗在旁边 如果是的话你就说单单面 不是的话你就说是红油操手 单单面 给我乱一封 你手机抄的话 你都说是公报地点 没有抄的话你都说是清朝土豆丝 清朝土豆丝 这也要 这个来一个 讲了那个单 他就不怕拥有隐私权之法 你必须把手机给我抄啊 你抄了的话你才会知道 你每天看什么 让人睡在一起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办法解决啊 好 你们好好玩吧啊 我马上就睡觉了 拜拜 我面呢 什么 什么面 单单面啊 单单面 你晚上别吃了吧 你 你不是在健身吗 你睡着了就不饿了 你去睡吧 行 睡觉 行了吧 我手机呢 我手机呢 你手机 用厨房吧 你刚是不是去厨房了吗 我都没拿着手机 是不是在你身后呢 是吗 怎么可能在我这儿 我都没拿着手机 又拿着手机干吗 等一下 找找 肯定不在我这儿啊 怎么可能呢 我 你看 我都摸着了 你别动 你看 咱们家怎么到处都是她呀 咱们家怎么到处都是她呀 老公 你手机找着喽 来吧 美莉 你喝了我的杯子 我们算不算间接接稳啊 这才叫我接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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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